來這諷不諷刺 我們把這個放大 這是阿聯的網頁 完美旅程 從登機一刻開始 現在要說完美旅程 請你不要破我的門 看我穿衣服都來不及 我剛剛口誤 這事情一定要追下去 阿聯航空進到臺灣 這種態度對待臺灣人 可以接受嗎 還是這個臺灣人的誤解 因為現在雙方說詞是不對的 阿聯航說這是依法執行勤務 可是這位小姐說 阿聯求航空態度惡劣 不負責任 所以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這個單人空姐過的 這個橫小姐 很曉得這個事情 以國泰航空來說 可能發生嗎 還有需要這麼迫切的把門打開嗎 因為你知道盧側的時候 很有可能是衣衫不整的 是 我想基於公司的立場 為了提高我們很高的服務品質 非常安全 所以各個空服員 都是受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那基於消費者的立場 當然我們會希望保護 我們個人的權益 可是本來就是出發點是不一樣的 因為一架飛機上只要有任何一小小的飛航安全的時候 他造成都是三四百人的死傷 所以我們基於我們的飛航安全 我們是會做出一些比較可能是迫切的手段 所以如果這些事發生航空 國泰航空一樣會採用通用方式 是 但是就是在於新聞報導 因為在於新聞報導 我們所得知的消息是說 他是因為煙霧偵測器發現了有煙霧 然後所以空服員去進行破門的這個動作 可是其實機長那邊應該會指示你們說 是哪一區的煙霧警報響起 而不是說你任意的可以去破門 是 因為後來這個圖 每一區都有好幾間廁所 是 後來這個圖他發現的狀況是 當然不知道這漫畫是對不對 他就是破完圖之後 他是走到另外一區的這個就是廁所 也就是說這一區他根本就錯 就是沒有 他說對不起 我弄錯了 然後這一群就很匆忙的說 那個那一區那一區 所以也就是說區都搞錯有可能嗎 也有可能是這樣的情形 就是可能機長下的判斷是錯誤的 或者是說機長還沒有下判斷的時候 空服員可能也是座艙長下的指令 比較希望說我們儘快去解決這樣子的危機 所以呢才會率領空服員去做破門這個動作 那如果以這案例來說 這個破門之後裡面的人依三不整 理論上這時候飛機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對待這個失禮的動作呢 其實如果以我們國泰航空的話 我們不僅座艙長空服員需要道歉 我們連機長都會在自動駕駛的情況之下 來跟乘客說抱歉 這是SOP嘛 所以也就是阿聯酋沒做這事情什麼態度 好 這個事情回來一件事 真有那麼緊急嗎 有志喔 以前這個飛航器還可以抽煙 對啊 以前那個時代是確實可以抽煙 在老舊的時代 好像應該是八十幾年那個時候 八十幾年之前 後來好像已經廢除了 我反而比較想問一個關鍵 今天關鍵的時候可以問橫小姐嗎 他不是已經敲門了嗎 對不對 那敲門 那個小姐他有解釋說 我有說我知道了 對 那他都已經說我知道 我待會出去 他這個動作之下 他可以破門嗎 其實就是基於我們飛安的考量 在他回應之後 如果說可能座上的這邊指示說 我們沒有辦法在等待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破門的 對 那我們就很好奇了 好 所以這關鍵點是你知道嗎 在早期的飛機上面還有放點這個 所謂的香煙的這個點煙器 跟滅煙的部分 所以有這麼緊急嗎 這裡關鍵的要件事情是 阿聯酋到臺灣來 破門路的時候 這個奇怪 座艙長跟這個機 機長完全不當這回事 這個憤怒是不是應該了嗎 可是換個角度來說 其實空姐這行業還真的很辛苦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在空姐行業裡面 有談到一個很關鍵的因子 曾經因為我們今天這個國泰 我們今天很好奇 是國泰航空 這個國泰航空的這個國泰的空姐 曾經控訴說 制服暴露惹起性騷擾 這個航空小姐有這麼辛苦嗎 如果 而且是國泰航空 正好就是你的前東家 對 我在想應該是 個人的身材因素 身材 對 身材的因素 比如說因為我們是扣扣子的部分 那如果說今天可能很多的空服員 是希望我們可以展現 我們很健康的一面 那我們的制服 可能就會要求小一號 那可是你自己的身材 可能又是很雄偉 對 很突出的 那你難免就是可能會比較緊繃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見仁見智了 不是說每一個空服員 都會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你有碰過嗎 問題是 對 我們其實多多少少 一定會跟乘客有肢體上的碰觸 對 只是說在於 就是我們日本的朋友 日本的乘客這樣子 因為他們就是可能比較 比較有習慣這樣子去碰觸 對方 反而美國的乘客比較不會 他就是在於跟我們需要那個筆 跟我們借筆 然後那借筆的時候 那其實我們一定都會是 最尾端的來遞給客人這樣子 那他是整個連你的手一起抓這樣子 對 這很誇張 所以但是事實上 其實在航空裡面 有發現一件事情是 隔壁的腳丫子很臭 怎麼辦 你有沒有遇過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我們一上飛機的時候 有些人就習慣把鞋子給脫下來 還有你知道機上是供應喝酒的 但是很多人喝完酒之後 他已經忘掉他在飛機上 他曾經在中國大陸 曾經發生一件事情說 我要下飛機 那時候飛機已經飛到一萬公里了 喝了酒之後 不行 我要下飛機 這時候我們的航姐該怎麼辦呢 更誇張的事情是 曾經還有在飛機上面生出小孩 Oh my God 我們先進口廣告 這件事情恐怕這個小姐到現在 還是怒氣難設 因為這裡起床的一件事 為什麼阿聯航空的坐機長 或者是機長 這個我們坐駕駛的人 為什麼不道歉 對我們來解讀 可是我還是很好奇 名譽 為什麼飛機上是不能吸煙的 因為飛機上吸煙是非常嚴重 事實上 我們以前大概在二十幾年前 我記得是一九八八年的時候 其實在飛機上是可以抽煙的 而且公然抽煙 我記得我很小時候坐飛機的時候 只要他就是在座艙旁邊 就是可以抽煙 而且還提供你那個打火機 那你知道只要一抽煙 哇 整個飛機上 你這是二手煙 煙霧瀰漫 所以我覺得小時候坐飛機 那個印象超差的 我的印象中也是後面可以抽煙 所以後面煙味會往前飄 其實還是一樣的 所以那時候抽煙沒有飛安問題 現在抽煙有飛安問題 那當然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他是慢慢的禁止 然後譬如說以美國為例 因為其實大家都跟著美國的民航法走 他一九八八年開始是如果你美國是飛行 在兩個小時之內的國內飛行的話 是禁止抽煙 然後後來就是一直延伸到六小時內 是不能抽煙 然後一直到兩千年才全面禁止 不管你飛多遠多近 通通都不能抽煙 那我現在臺灣的民航法 也是規定的非常嚴格 如果說你是在座位上 你是座位上公然吸煙 如果女勸不聽的話 是罰兩千到一萬 那如果說你是躲在廁所裡抽抽抽煙的話 他罰更重 是罰一萬到五萬塊錢 為什麼 因為你在廁所裡吸煙 其實是會引起更大的危機 這個是有數據統計的 因為他是說 你在這個飛機都飛到上萬尺的高空 對不對 上萬尺高空 你一旦發生火災的話 他的這個危險跟難救的程度 是在陸地上火災的三到四倍 你在陸地上可能比較好救 你在上萬尺高空 哇 那個一飛的話整個燃燒就是都來不及救的 那為什麼他特別的禁止是在飛機上 那個廁所裡吸煙 你知道我們去這個搭飛機 他那個他就是那個很妙 因為有的人就是我能說他很賤 就是人家就是這個mark都這麼大了 就是告訴你不能吸 不能吸 不能吸 所以不管各家航空公司 你都是會在這個你看得到的地方 他就一定給你大大的標誌說禁止吸煙 那有的人就是煙瘾來的擋不住 他偷偷跑到廁所裡吸煙 那你知道剛剛那個國泰的這個空姐 他就說過了 你吸煙的時候那個煙煙霧瀰漫 然後那個警報器就會就開始響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有人會破門什麼的 有人一時緊張 他就把這個煙地還來不及熄滅 他就丟到了那個垃圾桶 燒起來 垃圾桶不是有那個紙嗎 對 所以他就燒得更快 Oh my God 所以為什麼你嚴禁絕對不能在廁所裡吸煙 你知道那我跟你講有個現在很妙很妙的地方 就是說航空公司他就非常非常的阿Q 他就覺得說反正你看不懂人話 我怎麼樣告訴你不能吸不能吸 有的人就是動動沒條 就一定要吸 所以不管現在航空公司有就是禁止 禁到底 他會在這個廁所裡放一個那個那個煙灰缸 煙灰缸 那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你不是說不能吸 為什麼我在廁所裡 還是給你放一個煙灰缸呢 好奇怪 阿Q 我告訴你為什麼阿Q 因為他就是擔心說有這些很討厭的人 就是跟你講不能吸不能吸 結果你太緊張了 所以亂丟 避免你丟到那個紙堆裡面 Oh my God 那這是第一個原因 可是你緊張起來哪裡都會丟 擔心你起火 因為你太緊張你就丟就會起火 這是第一個阿Q的想法 第二個有的人太緊張 他就是吸的人在敲門的時候 你就會把它採熄 或是用水把它澆熄 那你那個煙頭上面的DNA 你可能就會不見 對 所以要乾脆就是給你設一個煙灰缸 我就是寧可讓你趕快放在那個煙灰缸 採熄之後 我可以這證據阿 這證據 我可以把你逮到了 五萬塊罰款 對 這你會覺得航空公司有點阿Q嗎 那我跟你講 我講到最後一個地方 是 就現在不是禁止吸煙嗎 那人家會覺得說 那你的打火機 賴打到底是哪裡來的 火種是哪裡來的 你是專目取火嗎 對不對 那專是四十分鐘 對啊 那所以大家 而且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每次過安檢的時候 你的賴打打火機 其實是不能的 你必須要丟到這個 那個桶子裡面去 對不對 那大家就會問說 那好啦 那航空公司也不提供你打火機 難道我們是專目取火能夠吸煙嗎 所以就是說 是不是在檢查這方面 是不是說安檢 還是有它疏漏的地方 果然到底這位小姐在生氣什麼 這位小姐就是生氣 你沒有道歉 沒有道歉 對啊 就是沒有道歉這兩個字 我個人認為真的就是 你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當中被侮辱了 我在完全不知道狀況之下 結果被破門嘛 那你座舱長 你竟然自己都不道歉 你感覺很敷衍的 叫底下人來 隨便講個兩句就算了 我覺得他生氣在這個地方 可是剛剛顏鏡小姐說 像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機長在這空檔時間 還會去跟這個受害者說 這個 I'm sorry 對不起 不好意思 真是的 或者甚至送個小禮物什麼東西的 座舱長更不用說的 就一定要給他道歉 到不行 橫小姐 為什麼 是這個航空公司他覺得 我是中東最大航空公司啊 台灣人 你們就應該對我屈服 是這樣嗎 我想近年來我們的 就是權益 自己的權益的部分 這個意識一直在抬頭 所以各家的航空公司的空服員 已經不再像以前的空服員 好像就是以服務為至上了 就是他也會覺得說 你們花錢不會是大爺 你們買到的是我們的服務 不是我們的尊嚴 所以我並不見得 如果你認為我錯 我就必須一定得道歉 而且我基於我是非安的考量 而去做了這樣子的處置 我不認為我做錯了 可是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警察去搜索 不是要搜索票 但是法律規定 緊急的時候不用搜索 來不及聲已經可以去 譬如說毒販就要逃跑了 可是問題是 如果警察闖到你家 緊急的情況下 那查半天查不到 他要跟你道歉 所以說 當然就是說 他們基於非安的需要考量 他們要有權利 碰到緊急的時候要破門 但是你可以到 你破門發現沒有 不是他 就是你侵略他 侵犯了他的人權 所以你還跟他道歉 不是說 你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如果是航空公司 為了要 或是飛機的機組員 他所以可以為所欲為的話 我覺得其實有點太over了吧 可是話說回來 真的我剛剛聽這個韋哲說法是 確實是這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是現在的航空公司 越來越對於所謂的侵犯到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旅客的權益 不用道歉嗎 這件事情讓這位老師 是不是真的心情不開心呢 可是有個案例 那個腰皮大衣沒有弄好 竟然航這個座舱長帶著空姐一起下跪 有這種事情 我先講就是說 因為我有些同學是做這個空服員 然後尤其是之前不是那個華航罷工嗎 他就常打電話 跟我說有些苦水滿渡啦 他說其實他們空姐 就是很多的辛酸事說不完 例如說舉兩個例子就好了 第一個例子就是說他們其實有些旅客有些奧客 他們就是跟這個空地勤 應該是跟地勤有點不愉快 他就把這個氣無數發 他就發在空姐上面 譬如說就有的人真的是很故意 我們不知道說上飛機第一件事要綁什麼 綁安全彈 然後他就故意把那個毯子 毯子就是一上飛機就蓋著 就假裝我要睡覺 然後他就是故意沒有寄安全彈 然後後來他下飛機竟然還去投訴 就說你們空姐都沒有檢查 我沒有檢查 然後所以就說你們這個是故意違規 掀開你低頭蓋來 看你有沒有綁安全彈 還要這樣子 你這樣子也會被投訴 因為我在睡覺 你怎麼可以把我的毯子掀開來 你這樣子妨礙我睡覺 可是他沒有記安全在故意蓋毯子 然後他下面又投訴空姐說 你看你的空姐都忽視我們的安全 你知道嗎 彭小姐這是早茶嗎 有這種愛早茶的旅客嗎 其實很多 無聊的人就這麼多 那如果因為這事情你被投訴呢 就只要我們會寫一個報告 那網上遞 其實公司也是會看就是事情的言頌 還有這位乘客他一直的態度 那當然我們也是會就是 如果可以的話 也是會寫一個道歉信 好 我們就剛才說一句話 他就把它蓋起來 那請問一下 你當然這時候要檢查 我記得那時候 尤其我在中國工作的時候 那真的 那邊的空服員是一次又一次的查 我記得只光查這個袋子 他就看了三次 就是很確定你的袋子 這個我們叫什麼 安全袋 扣上的 有back off 那我現在把我蓋起來 蓋起來 蓋起來 那如果你把它掀開呢 這就是侵犯的話 個人的就是權益的部分 所以你們絕對不做這件事情 但你們就不能查了 是 這就是以課為尊 沒錯 你為什麼要以課為尊就是這樣 這不要學 以後大家不要學了 就是故意要把它蓋起來 跟不要學起來 更不要唱這首歌 先起你的頭蓋來 你不覺得這種就是很無聊 這種奧客很多嗎 今天我可以補充 我覺得雖然要以課為尊 但是我覺得 因為剛剛有提到 我認為不是尊嚴的問題 是態度 我覺得阿林球這個事情 我剛剛為什麼講 如果你不跟我道歉 我就會霸氣 我就不下飛機 因為我要的就是你的態度 你如果 因為他被破門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空梢跟座艙長 是所有人都圍在那裡 讓我褲子穿一半 你們大家要想 是我的尊嚴的問題 那你們飛機上 所有空服員都看著我光溜溜的 那你們大家站一排 跟我道歉 真的不為過 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就是該怎樣就是怎樣 那這幾年 因為我覺得所有的航空公司 都都很多航線 我先講我常飛大陸 我記得有一次 我要去大陸某個城市 因為我們那個飛機裡面 除了我一個是臺灣人 大部分都是大陸旅客 那因為那是大陸的航空公司 那吃飯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給你一個盤子 對不對 有湯有什麼麵包 什麼什麼 那我們是三個人的位置 那旁邊就坐了一對夫妻這樣 那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們吃得很快 那吃完之後 他們會把那個飛機上的 那個紙巾拿起來 把所有的盤子擦得很乾淨 我真的是瞠目結實 我想說哇 我覺得他們的文化真好 真有禮貌 我想說為什麼要把 不可能覺得我在中國那麼久 沒見過 對 真的真的 他不但把它擦乾淨 連那個湯匙也把它擦乾淨 杯子也把它擦乾淨 全部擦好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丟臉 因為我吃的就髒髒這樣子 然後後來等那個空批員過來收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把它包好 全部包好 然後就放在自己的包包裡 他們是要帶回去 那前幾年 沒有 他們就拿回家用 那前幾年 可能空批員可以接受 這幾年真的不行 因為大家要教育 因為你們常常出國 我就看到空批員跟他們吵了起來 就說 這樣太過分了 你們兩個至少拿一份出來吧 他意思說 你們不要兩份餐具 那時候 其中一個把那個餐具交出來 有一個活口 然後夫妻兩句 你看我 我看 就說 就不願意 然後空批員就跟這個 旅客就吵起來說 交出來 你不交出來 我不走 我的意思是說 該怎樣就怎樣 照理說就是不要縱容 他就是該把餐盤交回去 有需要這樣嗎 還可以分贓不拒 這不行了 這我的都給你了 你的我的給我 不行不行 這樣我已經拿起來收好了 我的天啊 不是歧視他們 只是說 因為其實 大陸很多旅客也到世界各國去遊玩了 這個基本的一個態度 我要講態度 那剛剛一直從阿聯酋 延續到這裡 我要講一個例子 說為什麼阿聯酋事情 讓我們這麼生氣 是我真的覺得我們被歧視了 是喔 今天換成是美國人 我不是要刻意挑起什麼意識 我覺得如果換成別的客人 是不是他們馬上就一排道歉了呢 你說2014年長榮發生一個事情 有個中正大學的教授 他說長榮從英國的倫敦 要飛回來桃園 中間會在曼谷做一個停留 然後飛回來 他說他上飛機的時候 這個教授 他說他坐在這邊 他上飛機之後 他就看到他前方的兩個 是英國的旅客 他們就上飛機了 你知道有的時候 他們到我們的航空器上的時候 會有一種不尊重的 這個教授你形容是這樣 這兩個人上來之後 立刻就你說那個光腳丫 鞋子立刻脫掉 英文人很高嘛 大概有一八級 另外一個快一九級 你想想做經濟艙 他把腳一伸 是直接伸到前面的 女乘客的耳朵旁邊了 討厭 因為他腳很長 經濟艙就是這種事 對不對 尤其碰到那種 真的你這種就是沒有禮貌 兩個人兩條腿就伸過去了 這是什麼 這還像話嗎 那前面的女乘客 就不太敢講話 因為就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就很囂張 那這兩個人又仗著自己 反正怎麼樣 你們能拿我怎樣 就開始囉 剛剛講 所有的行為都來了 跟空姐要酒 要了一杯不夠再要 更可惡的是 這兩個人一樣 要酒對不對 直接就這樣上下摸 長榮我可以直接講 就直接摸 天啊 空姐能做什麼 當時沒有制止他 就讓他這樣子 那這個教授看得非常生氣 你知道從那個倫敦 飛到曼谷要九個多小時 曼谷再回來 大概三個多小時 這中間航程是這樣 這快九個小時時間 他們都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喝了酒 騷擾空姐 然後把腳架在那裡 這太過分了對不對 後來這個教授實在是氣不過 就站起來就過去跟座商長告發 所以這兩個乘客實在太可惡了 那他們就說那怎麼處理 因為正在飛行當中 而且非常囂張 你知道這兩個人 除了騷擾空姐之外 因為我們中間會睡一下 對不對 一定有 九個小時應該中間有兩餐 好像睡一下 大家都睡覺的時候 他們兩個幹嘛你知道嗎 大叫大跳在那邊唱歌 笑耶 喝醉了 喝醉了 跑到 因為空姐有一個小廚房 對不對 中間有的乘客會去偷東西 有沒有 有 真的有啦 會去偷 不能講說偷啦 會去拿食物 他們跑過去偷了 拿了三瓶酒回來繼續喝 你是瘋嗎 繼續喝 這教授實在受不了 就不斷的抗議 好啦 你已經這麼多的罪行了 對 到了曼谷 因為這是中間休息站 大家要下去對不對 好 這一刻真不錯 所有人都下去之後 空姐就過來 跟這兩個英國人說 請他們先就 就先留在座位上 所有人都下去了 那這兩個人就覺得 我們為什麼不下去 就覺得就開始抗議了 警察上來了 乖了吧 過分了吧 對不對 你就欺負我們 警察上來 一靠就下去了 把他們抓下去 事實上有案例是真的 也是這個所謂的 中東航空公司發生的事件 也是這個大巨漢 一百九十 喝了酒之後 整個抓狂 最好還上手銬 但是過程中 還把空哨給打得鼻青連走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廣告後我們繼續解讀 飛機上面事情 爭斷很多 可是你覺得我們台女 是不是應該要伸張正義呢 我們今天有廣告繼續解讀